嗨!大家!我簡直 等等等等!別搞錯 這三隻小雞不是我孵出的雞 他們是親戚綁放在我這邊 讓我記錄他們成長過程的小雞 本片除了記錄他們外 還會記錄我孵六顆蛋已經過 以及帶大家去一個很多雞種的 雞農場看官 那就開始囉! 好!各位!現在已經第五天了! 那我們現在來招蛋! 一個是手電筒、一個招蛋器 招蛋器! 這個是手電筒 這個比較黃是不是? 趕快快速拿一個蛋出來 看不出來 看不出什麼東西啊 大豆 欸!這個有! 這個好像有什麼? 這蠻明顯的 你看!你看! 又失敗一顆 這個有這個有 這樣有沒有 對啊!怎麼辦? 手機根本什麼都看不太清楚 啊!先這樣先這樣 有有有有 一直轉其實還是看得出來 這是手電筒 這個好像真的比較難用 第一次的招蛋結果 似乎只有兩顆綠核蛋機 有生命跡象的感覺 孵化手冊跟觀眾說 如果不能掉沒生命的蛋的話 它會因為腐敗而散發出有害氣體 也會奪去好蛋的溫度 你們說的我都知道啊 蛋的料的話 我不就只剩兩顆蛋了 再說紅蛋外殼又厚又紅 我這個孵蛋小嫩嫩 實在不敢突進他們有沒有生命 只有賣蛋的賣家說 不嫩蛋也沒關係 所以我決定全留下 巫化17天左右的時候 為了買小雞付出後要吃的飼料 我到一個金農場參觀 小黑是浪浪 老闆一直跟我推銷說 它有多好的多好 害我差點就有 欸等等等等老闆 我是來買雞飼料 不是來領養狗的啊 喔是烏骨雞啊 烏骨雞居然是白色的啊 烏骨 所以應該指骨頭是黑色的 結果老闆繼續帶我參觀他的雞群 雖然我會想告訴各位 它們是什麼雞 但是我卻遇到了很大的瓶頸 這是什麼 這個是 什麼雞 黑肉的土雞 喔黑肉的土雞 是的各位 我想跟大家講 這些是什麼雞 但是致命狗叫真的太吵了 一隻雞要問三隻誰送我了啊 再加上有的籠子裡面 有好幾種雞 每次都要問瓶順誰太困難了 所以放過老闆也放過我吧 喔 工蹄机喔 那这这工蹄 看起來很炫 再過分 頭髮很炫 那樣毛超炫的 對啊 青殼蛋雞 說到青殼蛋雞 我記得我在那敷的好像是綠殼蛋雞呢 不知道是不是一樣的喔 接下來這個是 怎麼看起來很像孔雀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覺得雞群很吵呢 敷雞蛋分兩個時期 兩個時期需要溫室度都不同 今天是陸敷的第18天 我第二次照蛋 但其實第二次照蛋應該是12到14日才對 為什麼我第二次時沒有照蛋呢 因為敷到12日當時 敷雞影片收到很多奇怪的留言 可能有點小壓力嗎 然後我就夢到我照蛋的時候把蛋給摔破 於是我敷蛋就失敗的怪夢 所以呢我就索性不照蛋 但是今天已經第18天 再不照也蠻奇怪 綠殼的照起來感覺比較成功 好像有比較長大 有啊感覺有生命啊 有啊感覺有生命啊 這個我真的看不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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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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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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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复旦第19天 第19到21天称作发生期 温度据说是要变成36.1到37.2度 也就是说我该调降温度 于是我问机器的卖家38度会不会太高 要怎么调整机器 卖家回我 38度是正常范围内了 我想如果你是去查相关行业科系或是已孵过蛋的同学 看到这边大概已经在大叫 完全不对啊 白眼已经翻到宇宙去了吧 可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我错 也不知道卖家漏了一件事没有说 我只能赶紧继续下一个步骤 停止转蛋 将蛋饭入初出盘上 虽然我本来就知道这些蛋应该无法全部孵化 灶蛋是否有生命迹象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发生期温度太高这件事究竟造成什么后果呢? 就请大家继续看下去吧 孵蛋第21天 一只小鸡都没有孵出啊 我赶紧手刀去问卖家 机器跟蛋的卖家都问说 有听到小鸡的叫声吗? 你刚刚说他听到什么东西? 他说听到很多鸡脚 那你听一下 我刚刚听不出来 你听一下 有鸡脚 有鸡脚 当时我以为我失败的原因是湿度不够 因为最后三天 湿度必须维持在75 但只要机器超过75就会嗶嗶叫 这有什么设定啊? 为了让湿度降下来 我只好稍微打开盖子 站一下湿度 所以大家发现了吧 我根本就没办法把湿度控制在75 我去问机器的卖家 湿度会影响孵出率吗? 结果克服回了一个令我崩溃要兔寻的话 最后三天要多喷温水 一天3到4时 每次把蛋喷10 装无量蛋3到5分钟 然后没有步骤说明书上根本没写 说明书上反而写说 19到21天温度37到37.5 乃快你们会回我 机器设立38度是正常的 因为38度太累了 需要喷水晾蛋啊 后来我主动去问 动物科学系的朋友 他说他们学校也是用童管机器服务的 湿度维持在75 温度36.1 到37.2 不需要喷水 正常情况下小鸡会自己作客而出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但我还是做了两个补救措施 一、一天喷蛋3到4次 二、寻心渐进跟改温度 拍一口气从38度 改成37度 会一下温度降得太快 先调成37.3左右 最后再改成37 希望有小鸡能浮出 21号晚上 我将盯蛋的影片 足以给动科系的朋友看 全被判定没有生命迹象 没有计较声 没有影子在动 我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 忽然造成其中一颗蛋 有有有有 是谁的 有那种轻微在动 有吗 有不断动 有有他在動 是你在晃他在動還是他自己在動 我沒有在晃 他在動 現在是復旦第22天 早上起床外表沒有動靜 蛋殼內呢 吃完早餐回來蛋殼破了 蛋殼越破越大 越越明顯 剛剛非常劇烈的抖動 現在是小小的抖動 怕大家要等太久了 我決定直接上縮時的影片 最後是下午5點左右的時候敷出小雞 沒想到敷出來的竟然是黑色的 再加上出廚碗也是黑的 所以也不太好拍 之後我會再持續記錄 關於四隻小雞的成長 這次的實驗結果是 敷蛋器真的能夠敷出小雞 不過自己買腫蛋在家裡敷變數實在太多 敷出的成功率可能沒有那麼高 動科西的朋友還拍在課本上的 敷失敗原因給我 看了以後 好想睡覺啊 我是簡姿 謝謝收看我的影片 下次見了